宋绍兴九年,今天就二年七月下旬,经朝内部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军事政变 主战派又赴元帅完颜乌珠和完颜卧本发动政变 先后杀死了完颜宗盘、完颜踏兰等主和派官员 完颜乌珠升任都元帅兼长军政大权 作为主战派,完颜乌珠对于完颜踏兰等人将河南陕西大片领土送给宋朝的议和措施 是相当不满,所以当他掌权之后,立刻向荆西宗上书 把朱踏兰和傅舅江作为了国家策略 决定在蒙末未干,口血犹在的情况下 迅速出兵南下,夺回陕西河南之地 绍兴十年上半年,完颜乌珠开始以大粤军队的名义 四处调集兵力于黄河北岸的溥英 并要求各部首领做好防晒的举措 打破以往秋冬发动攻势的常规,要春暑季节动兵 对于金国内部的政治漩涡,宋朝方面却已早有耳闻 宋朝派去金国议和使者王伦 早在绍兴九年三月到达东京开封府 与完颜乌珠签订交科河南地界的手续时 就已经得知完颜乌珠要发动政变 杀死主和派官员继续南下 王伦得知消息之后,也曾密信给赵构 希望朝廷对金国多加防范 派遣张俊守开封,韩世忠守应天,岳飞守洛阳,吴介守长安 并以张俊为前线都督,节制诸相 但宋高宗和秦桧这两个金国老牛马 对此事却是不闻不问 只是催促王伦赶紧去签订投降书 不该问的别问 结果到六七月,王伦刚到中山府就被扣押 金国,岁济派遣使者南下,不断挑衅宋朝 一会儿要宋高宗不准用自己的绍兴年号 改用金国天倦年号 一会儿又索取更多的岁壁,狮子大开口 等到完颜宗壁四处调兵的消息传到宋朝来 刚刚才掩齐息鼓的宋经一线 瞬间又紧张了起来 大将们是纷纷给赵构上书 提醒赵构,惊人的狼子野心必须加强前线的守备 本来就立主抗战的岳飞给赵构写渣子说 他希望朝廷能让他带兵到洛阳去观察一下情况 至于忠子这个胆大的,那就比岳飞更激情 他在合议达成之后,就在洪泽湖埋下伏兵 让他们头戴红金 扮作抗金义军等待惊人使者过境时就一刀斩了 坏其合议 这只可惜,后来因为被他人告密 这事啊,没能成 但朱大将如此苦口婆心的劝告 赵构全都充耳不闻 更离谱的是 他为了不引起惊人的怀疑 这个鳖孙居然还把刘光市给安排到了陕西当宣服使 和四川宣服使无戒平起平坐 为什么呢? 因为赵构知道刘光市这个沟巴人怂胆小 再加上他爹刘延庆之前在敷延路当大总管 柳崖内在陕北一带也算一带狠人 江湖人称光阁 这一带道上的人也比较服他 但不管怎么说哈 赵构对刘光市的任命主要是为投降做准备的 他还特意给刘光市下达了一条命令说 河南兴富,净土所命守臣 专载抚循移民,劝克农丧 各使因其地以实,因其人以守 不可疑东南之财地,须内以事外也 就是说朝廷一兵一族都不会给你们 爱卿辛苦辛苦,就自己种田吧 那么金九爷赵构在这中间有没有做过一件人事呢 答案是有的 他身刘其为东京副留守 带兵去开封作阵 赵构想的是,刘其这个人是比较听话的 不像岳飞韩世中的人动不动就要北伐 前线还是得派个大将去盯着 刘其在之前的战功不是很拙拙 在赵构眼里就是个二流将军 他现在为了不惹惊人,是一个劲的用拥架 刘其在他看来再也合适不过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他这一次随性的认病 却成了后来挽留宋朝局面的一部重要的棋 也成就了从负贫大败后 一直没能证明自己的刘其 怎么话说回来啊 形势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剑拔弩张的样子 北边人家已经在尽力调集兵马南下 南边却一股脑的拆台 这后面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绍兴十年五月,京朝元帅完年宗碧四回合约 集合马步兵十五万分四路南下青宋 他以右监军右枯郎军完年撤离鹤为主将攻陕西 著名二鬼子李成为主帅夺取西京洛阳府 聂离贝锦为主将攻京东路 而他自己带领主力以孔雁州、利琼等二鬼子为向导 攻东京城 京国骑兵攻势如疾风骤雨 东京留守孟耿 见京军大兵压境 自己兵力捉襟剑肘时 茫然不知所措 想了半天咬了咬牙 算了 再苦一苦百姓 马命我来背 亲自带领乡绳官令 出门跪街完颜乌珠 东京虽不战而降 宋朝在河南的官员 大部分都是当初伪齐留下的旧官僚 如今京国还乡团一来 自然也就想把衣裳换回来投降了 他们认为呢 在哪不是吃黄粮呢 更何况有了东京城的朱玉在前 其他地方的官吏也就望风而降了 京军很快就不费吹灰之力 占领了河南各州县 由于京军占领河南各府的速度太快 许多宋朝官员都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京军就已经推到了淮河一线 但但此次京军的进攻 也仅仅就推到了淮河一线 因为在淮河边上完颜乌珠遇到了一个 又拿他刷经验的城卡神将 刘奇 我们前面讲了 刘奇因为之前的战功不显 被赵构安排去东京辅佐 东京留守 梦耿守开封城 但由于刘奇的部队都是步兵 这行军缓慢 这还没走到东京呢 京军就已经占领了东京城 5月17日 东京一主的消息传到刘奇耳朵里 刘奇正带着几百只船 走到顺昌城附近 等到第二天 探子再传来消息 京军的前锋部队 已经到了距离顺昌不远的陈州 赵构和秦桧听说 金人南下了 第一反应就是让刘奇撤回江南 并派出使者给刘奇传军令 让他撤军 赵构威操和金人的破镜 刘奇部队陷入了进退两南的境地 直接A上去 那肯定是送死 而如果按照赵构的命令撤退 他们两条腿的 怎么能跑过人家四条腿的呢 那也是送死 刘奇深知 顺昌城位于黄淮海平原南端 淮北平原西部 连通了影河和淮河 是进入淮北平原一处战略重镇 顺昌这一师啊 宋军在两淮的军事作战 将受到巨大的困难 再考虑到现在这种 进退围谷的情况 反正跑也跑不掉 刘奇最终决定违背旨意 驻军恶守顺昌城 和金人打城防战 守城战这是一件技术国呀 成功需要的条件很苛刻 首先第一点 也是很多将领守城办不到的 资重佩戟的问题 当时刘奇的部队有两万余人 每日的后勤保障 就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重佩戟 很显然是打不过来势汹汹的 金军的 而恰好 顺昌城里就有一位金牌辅助 他叫陈规 给金义和之后 就预感将来金军肯定会南下 所以在那之后 他就积极修缮成职 储备粮食 到刘奇来时 小小的顺昌城 就已经储备了米万湖 火药使剑不可胜数 刘奇当时手里有近两万人 按照孟希笔谈中 记载的宋代口粮标准是每日二升 顺昌城的口粮佩戟 也可供宋军使用一个多月 这位刘奇的后勤提供了充足的保障 资重佩戟之后 这战场胜利的要素 最重要的还有兵人 武器再好 战法再得当 没有对应的人去操作 参与 那也是白搭 那么这 人刘奇有吗 哎 还真有 别小看刘奇手里的部队 这两万宋军中有五千名精锐步兵 他们每个人脸上都赐着赤心报国 试杀金贼的八个子 十几年来 他们一直都是金军不想面对的一支赶死部队 美临大战 在各个战场总是能看到他们的身体 人们或许并不认识这些人具体叫什么名字 但看到他们后 都会喊出他们的共同名字 八字军 资重 兵员 这两个很关键的因素排除之后 刘奇还专门派人将顺畅周围的老百姓都迁入了城中 将城外的粮草资重 清扫一空 不给金人留下一米一斗 同时 他详细规划了城中的防御准备 由于顺畅成倍较差 为此 刘奇首先分命诸将守诸门 明赤营 木土人为奸探 刘奇所部七军统治中 有五人授命分手东西南北四城门 重点在于南门 用了两名统治 另两位则负责前后接应 往来为援 而他自己呢 又于城上工资都立 取尾骑所造吃车 以轮原埋城上 撤民护匪 周扎避之 传承驻阳马园 玄坦为门 经过短短六天的准备 就完成了城防的配置 而几乎是与此同时啊 这京军来了 接下来